大家好, 又是我們夢想成婚的時間了 繼續有Tessie在這裡陪著你們 花我相信是女生都喜歡的 但在仰法, 不知道你有沒有收過 今天我在深海請Interlink的Terry 上來夢想成婚, 介紹這麼特別的Speaking Roses 歡迎你Terry 你好 Terry, 其實Speaking Roses是甚麼 其實主要是在花上 我們可以印一些心意、圖案 其實是一種除了送花之外 可以加上一個心意 好像將Credink Card加上鮮花 一起送給女生 或者送給你心愛的人 表達一個心意 就像這張照片一樣 它是真花, 是不是 是的, 這是真花 那真花你印了那個樣子 印了一些字上去的時候 那些花會不會保持得沒那麼久呢 其實因為我們這個科技 是在美國引入回來的 不會損害到花的 可以跟普通鮮花一樣保持得那麼久 也是保持得那麼久 其實呢 這個挺特別、挺新的想法 我就未聽過 雖然家庭、觀眾、朋友 都未必有聽過這個 Speaking Roses 但其實這個背後創業的故事 可否告訴我們 就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這個 Speaking Roses 他最先在美國那裡開始了 因為有一次 機緣巧合 我去美國旅行 經朋友介紹之下 就認識了這個 Speaking Roses的老闆 剛好談生意 覺得 剛好他又想開發這個亞洲市場 而我覺得 這件事又很適合香港人 因為香港人 都很比較 可以接受新事物 可以接受新事物 我覺得 比較適合香港市場 我就決定 將這件事帶來香港 是的 其實因為 說真的 收花很多女生很現熟 我說 花了一點錢不用了 但收到那個客人真的很開心 是的 但收普通的花 其實已經滿足不到一半的女生 像銀紙花一樣 不是每個人都送得起 其實這也是挺特別的想法 但我想問 如果你把這個圖案印在鮮花裡 完全不會損壞到那雙花 不會的 是的 那需要不需要訂造的時候 會不會也需要很長時間 我們訂造 因為我們需要開一個帽子 大概都是預早 一至兩天時間 就應該可以了 一至兩天時間告訴你 是 好的 那零相那些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的 好的 其實 如果家庭觀眾想送給女生的話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小禮物 為什麼你會覺得它是適合用於 在婚禮上 因為這件事 你知道 鮮花是每一個婚禮都不會缺少的元素 而我們針對的客人 都是比較接受新事物 想做一個與眾不同的婚禮 如果你想想想 你們的婚禮 那些鮮花 都會有你們獨一無二的照片 以及你們的名字 你們的大日子 在花上 整件事會變得很開心 很有紀念價值 那些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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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可能是一千元 可以當回禮 那些花呢 那些花呢 可以保持久一點嗎 它其實是一個禮盒來的 那就是 給你送禮的時候 方便一些 其實很多人都會選擇 可能一扎花 那因為今天 我上來示範 介紹給觀眾的關係 那我就把它放在一個盒裡 但是平時就可以是 一盤花 一扎花 一束花 那一扎花 那也可以 一盤也可以 是啊 即使我繼續養著它 我打算都可以 一般人就不会这样做 但是你有时候好像看到 在一些场合 好像写字楼 Reception小姐前面可能有盘花 都可以在那些花上做 其实花来说 对素和颜色 女生都很重要 其实你觉得 什么颜色的花 是可以怎么贴切到一个女士呢 其实颜色那些 或者花种类其实都很过人的 但是一般来说 女生通常都是玫瑰 白花 那种类型的花 颜色的方面 其实一般来说 传统上黄色的绿金香就代表爱 这种东西就是红色玫瑰 例如你送十一朵 也会有一个意义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花 已经有个信息印在上面 就变成了你可以更加表达到你的心意 可以清楚地告诉他们 其实我不是跟你做朋友 不要买错 不要买错 不如你买信息印 其实是挺甜蜜的 我们也看到有些挺特别的东西 桌上有一盘 花饭 不是花 但是它是假花饭 但是也是有样子 还有一个信息 不知道观众朋友听不懂 应该是在婚礼上用的 应该是在婚礼上用的 没错 这个花饭 很多我们的客人 都用来在婚礼的时候 让一些花婚女寒在地上 审完之后 晚上可能保留它 放在那些摄影桌 像是kabel 走廊的桌子 做一个布置也可以 再加上这个不是鲜花 你可以将它 将它 甚至将那个镜架伤起它 有一个纪念的价值 可以留下来做纪念 是挺漂亮的装饭 我立刻想起 可以找一个大玻璃盆 用完可以把它放進去 做裝飾 還有這張花的紫質 這是紫花花 以前我也有做過小路作 這些是一疊然後慢慢撕開 一塊一塊的棕 它可以黏在牆上 這樣製作裝飾 我知道有做過 挺漂亮的 其實我想問 美麗就美麗了 但如果我不是為婚禮 我只是我男朋友 你會想想一堆花給我 一堆花的訂單你會不會做 我們都會做的 因為婚禮要很多 都會做的 我們有一個網站 你們可以直接納入上去 這樣一朵 甚至乎一朵一束 我們都會做的 會不會 你說一至兩天的時間 訂購 那需要你們去什麼地方去拿 或者是可以遊 我們可以做deliver的 當然如果你是上來拿 你都會歡迎 24小時準備好 我們一至兩天就完成了 一至兩天就OK 沒問題 其實這個idea也挺新的 你會不會當初有一點害怕 所以不需要猶豫過 其實因為這件事 在外國都不是新的 因為2004年都開始做過這個行業 其實如果你想回到我們網站看 我們很多profile 在外國很多明星 都用過來做過的 好像Donald Trump的wedding 都有用過這個花 有用過Speaking Roses 所以其實我對這件事都挺有信心 因為外國都已經有例子 都這麼成功了 但其實如果要在花上打字的話 其實都挺困難的 可不可以透露一點 你怎樣把這些字放在花上 其實這件事就有些巧妙的 我們有部機 我講過在美國那裡引入回來的 這樣我們是用部機來做的 那至於長程怎樣做呢 就咪咪啦 相應咪咪啦 ok 那除了這些句子或者字之外 可以印其他圖案的 我知道是嗎 圖案也可以的 圖案有什麼圖案 可以選擇印上去呢 一般來說 我們會跟客人 譬如他會印他們公司的Logo 我們在一些Event 都有做的 譬如跟 Brand Name 做宣傳 即是好像Cocacola 一些汽車的牌子 我們這些都有做過的 是的 公司Logo 我們另外因為一個新產品 叫做Video Rose 有一個類似像Barcode 這樣的東西印了上花上面之後 你把那朵花放在你電腦前面的鏡頭 有一個訊息會彈出來的 那訊息是你自己的心意自己錄的 大概是30秒左右 譬如你想和一個女生求婚 你自己錄一個30秒的情深說話 然後就給我們 那你把你的訊息印在 變成一個Barcode 印在花上 那你就送給一個女生 那女生收到這朵花 放在鏡頭面前 那你的心情說話就會彈出來 那直接跟女生說 很有趣 但就這樣聽我就不太明白 不如我們也去說 我們現在說的這個花 我們等一下再細節一點 追討的一件事 因為其實我真的對她印的文化 挺有興趣 其實什麼顏色都可以 主要來說 一般的顏色都可以 但是 一般來說我們會印金色 銀色 古銅色 就比較普遍一些 但是如果你印照的那些 通常都是黑色 通常黑色會比較異體一點 對比的顏色 如果不是就可能 如果你印白色 白色Rose 就看不見了 我們看到這麼漂亮的 回來也聽了 Terry說了這麼多細節 稍後回來跟你說 什麼叫做Video Rose 稍後回來見 臨場試煉大師展現 臨場試煉大師展現 就是我們2011全港師大賽的口號 我很希望你會來參加 2011全港師大賽 臨場試煉大師展現 快點登入Facebook HKMC2011 給個like 給個like 給多點like 而我們的口號是 臨場試煉大師展現 臨場試煉大師展現 約定你了 自七十年代開始 香港每年都會誕生結晶 他們來自各行各業 他們工作表現優秀 而且肯回饋社會 結晶未必一定是億萬分家 也未必一定是成功名人 之所以因為是結晶 是因為他們比別人付出更加多 一個請他們上來聊聊天 講講講自己 講講社會 講講如何清出於難的事務 清出於難 約定你 天日好生活 新勢力主持 每天送上精彩生活資訊 和你品嘗各種口味 享受豐富美食 時尚服飾 即時表演給你看 潮流達人教你化美妝 換新綠 創衣無限 發揮你的藝術細胞 還有藝人上來聊聊天 在用骨頭上來聊天 對方的藝術細胞 會否很受到 經過的藝術細胞 都會有所謂的藝術 然後把藝術이�E 體驗著 如果經過藝術 把藝術體擺放在內藝 對方的藝術 是一切活動的藝術 工夫 來自我 以後 你帶我開實 我對的技術 四哥带你四位游 你还不跟着你? 飞庸唱歌 大家好,欢迎回来梦想成分 继续有Tess在陪伴你们 对,刚才我们说完这个 这个Speaking Rose 现在要说这个Video Rose 其实在Video Rose 顾名思义 在Video和玫瑰花结合 但怎样结合呢? 这件事是我们公司新出的产品 可以说是全港首创 那是怎样做呢? 就是,很简单 你有一个短信 或是想求回来 你会预先录定一个三十秒的Video 然后将这个Video 送给我们 或者上传到我们的网站 我收到你这个Video之后 我就会把它制成一个很特别的Code 把这个Code印在一个花上 然后将这朵花送给你那个女生 接着那女生收到那朵花之后 那朵花呢 就把卡练在一起 那女生呢 就去到那个网站之后 就Lock in 了我们的网站 然后呢 她将那朵花 就放在那个Computer 镜头的面前 那你之前所录的那个Video 就会 跑出来 彈出来 就好像多花 那样 代表你讲了你心里面的说话 OK 都挺 brand new 又是没有什么人试过 是的 新的 如是新的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做呢? 这个是我们在美国那时候 已经有这样的构思 那因为 我们想将这个 我们公司的slogan 就是叫做 Express your mind Express the new way of expression 就是去express你的feeling 那我们将这一样东西 就推高它去另一个层次 就不仅只是文字 那连一个 拍照一个video都可以做到 那如果电脑来说 卡练电脑没有这些镜头呢 那怎么办? 如果你没有镜头的话 你有个code 你打上去也可以的 OK 即是不要紧要的 就算我没有镜头 都可以 就有个code打上去 那我那段东西都会 上来 是的 那这个东西要多久之前 你们要订呢? 都是两天左右就可以了 都是两天左右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 那段视频 那你可能花点心思 去做一段30秒的视频 其实30秒都讲了很多东西 你们会不会帮忙做这个 有没有这个服务的? 这些就要找你们 找我们 OK 不要紧要 那大家可以收抬我们 A++新舞台 是不是? 我不可以帮自己卖广告 是的 但其实这个想法是挺新的 有没有怕过香港人不接受呢? 这件事其实都是一个新尝试 每一样新的产品都会有一个危险 但是我对香港人的接受能力 我都很有信心 我觉得这件事都会成功的 是 嗯 刚才你说的video rose 最重要就是在barcode那里 再上你们网站 看那段message 那其实那枝花是有没有分别的呢? 都是普通的鲜花 都是普通鲜花 但是它将相片 换成你们的一个特别的code 将那段message 转换成一个code 是的 然后去到网站那里 那个镜头就会跟你 就是decode 变回一个message 变回一个video 明白 是的 Terry 其实这个发明 一年有没有一年左右? 没有 都是几个月 有没有优惠呢? 如果现在新的 其实我们都在做一个promotion 我们稍后会构思 最近呢 在facebook做一个优惠 就叫那些参赛者 录一个30秒的video 去表达他们的message 那我决定去做一个video contest 到时可能会有些奖品送给大家 嗯 但是其实这样 你的鲜花是可以deliver过去的 是不是全港的新界都会做到? 呃 大部分地方我们都可以送到 像潘山士领长洲那样 呃 那些就长洲都可以 但是再远一点就真的不行了 应该都差不多 应该都差不多 应该没有人订去长洲住 是的 可以想一想 预警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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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大家都听到了 长洲都可以的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订 现在新推出了这个产品 暂时来讲 市场反应如何? 因为其实我们都没launch 没launch 哦 我们这里是发布位 没错了 是的 我觉得这个idea是不错的 但是会不会怕 买个 就是订购这个花的人 他们的拍摄技术不是那么好 而表达不到那个message 因为其实拍摄短片 其实也挺有功夫的 那 如果手机自拍短片 那会发给他就可以了 那其实那里这么难 你有没有想过可以有些informations 可以教一下他们怎么用呢? 这一件事呢 其实我相信 因为我都研究过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自己用手机自己拍摄 这样 还有现在市面上很多现成的那些 editing software 这样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很多创意 那其实将他们的创意结合了这个鲜花 我觉得是一个挺新鲜的东西 是的 都可以给大家试一下 那是不是一定要用鲜花的呢? 用真花 不是 用假花行不行呢? 假花可以保持久一点吗? 假花也可以的 是的 即是一堆 有我的样子 有我的名字 如果它是假花的话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但是大部分人都会用选择鲜花 其实之前我有一个客人 他很好 送给他太太 一个我结婚50周年的礼物 他将50支花都印了不同的东西 由他们刚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那些相片 baby pictures 他们称呼大家的匿称 他们的照片 grandchildren的照片 全部都印了一手 一五十朵花里面 送给他太太 送为一个金分纪念 哇 太太收到之后 很开心 当然 他把每一朵花拆开 找摄影师拍摄 全部五十朵花 那时候 他打电话 因为是一个澳洲人 他打给我们 多谢我们 因为他都花了很多钱 我问他 你怎么捨得的 他都说 他说 其实我打算 从未看到你们 这个Speaking Moses之前 我打算送个专实戒指给他的 OK 但是现在我还省了钱 但是他的回答 因为他直接哭了出来 是一定会感动一点 是的 但是我想问回 因为你刚才介绍给我们 都是样子 一些Message Big Day的Data 其实如果每一朵花 印一样的东西 价钱会比每一朵花有不同 是的 没错 你说这件事我正想说 就是因为我们 印每一样不同的东西 会有一个帽 一个Mode 如果你印同一样东西 都会用同一个Mode 那价钱是会便宜的 会便宜一点 是的 所以我就是想想 你说50朵花 是的 50个帽 还要提示50个不同的样子 是的 我马上想到帽 你刚才提外跟我说 不是很贵的 然后你跟我说很贵 很贵 因为它有50个 因为帽费的问题 帽费会很贵 是的 其实如果我11一朵花 那都是个个就可以的 呃 会便宜一点 那么 如果后来我 尪获了之后 你帽费会 wären estaba不圣 是 row 我真的保留在我身上还是在你身上 在我身上 我真的想要上次的身上 譬如是我的样子 我印在花上送给朋友 我都送完了 当卡片排完 我再订100支 然后再拿来派 那都可以的 没问题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配件 这个就是我们的配件 如果回到我们的网站 就会看到我们也有些配件 就是不同的花束 譬如是for birthday 我们有些standard的message for 结婚周年 我们有happy anniversary 如果刚刚有朋友 生个小朋友 我们有congratulation is a boy is a girl 这样 譬如情人节 我们有些standard的message happy valentines day 那些就是standard的message 已经pre-set了 不需要给没有钱 那些就不用给没有钱 那些就不用给没有钱 没错 好一点 那就是只给花钱 不是 那个人财费 就是那个债作费 但是没有钱 那个就不需要 不需要再买 没有钱 就可以用回这些 这个都ok 因为其实都很行的 总是happy birthday happy valentines day 很多 很少人是真的会说 除了你真的婚礼 你big day 你的名字 和照片之外 其实一般大陆的东西 都会在你们的网上找到 是的 没错 不如先介绍你们的网 里面有什么information 可以让大家知道 一般就是我们那些花的种类 刚才说的那些package 我们同样那些standard的messages 这样 就有些介绍了我们以往公司 我们做过的 有些以前media的东西 我们美国那边以前上过电视 上过雜誌的那些profile 你们可以在网上找到的 明白 不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花 好吗 我先近一点给观众看 因为可能他们看得不太清楚 刚才 他在这里写着speaking rose 他已经是一个barcode 是 这个已经是barcode 真的是你们special 自己制作的 是的 是 我是给这个节目 做示范过就做了这个 如果你在你的网上 speaking rose 就会出现刚才那一段 也不是 因为我们将它convert 了去special的code 是的 嗯 不如做多次来看看 是 应该怎样做 这个 我就已经 pre-set了 自己录了一个 十几秒的video 这个demonstration 这朵花 女生收了一朵花 就会是这样的 有个code 在这里 当女生收了这朵花 就去到我们的网站 就订阅了 然后把这朵花 摆回到 手机前面 那个镜头那里 那个信息就会出来了 是立即一展示到你的code 是的 就已经有那个信息出来了 是的 没错 大家看到那段片已经 我真的爱你了 这个是我做示范的 当然如果你自己 心意理智 可以自己录 是的 但是这个就是demo片 如果我 比如我不懂自己制作任何的 录影片段 我可不可以 要求你们公司弄呢 我们暂时就做不到这个服务 要课施未来 会有更多服务 是的 没错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你这个brand的idea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多谢你Terry 今天来到梦桑成分 介绍一个这么新闻的 Speaking Rose 和Video Rose 给我们的家庭观众 如果大家有兴趣 带来到以下的网址 www.speakingrosas.hk 你就可以带来这么特别 这么独一没东西的花 今次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